今年的两次台风都造成高雄古山区前锋里到美术馆特区淹水 疑似因为当地一处靠山的营区围墙破损 大雨冲刷泥土的围墙溃堤 才会让当地大淹水 师傅表示主因是因为台风带来大量的雨水造成 不能全怪军方 双方已经协调由旭府申请灾修工程经费改建围墙 军方则是负责改善营区内部的排水系统 倒塌围墙形成破口滚滚防水从军营涌出 没多久临近三个里都积水 靠近民船路这一排透天错 过去十几年都没淹水 今年碰上凯米山坨都变成泡水屋 有些民宅地下室到现在水还没退 居民控诉临近军营围墙破洞是祸首 因为都是海津的围墙那边造成下来的黄沙滚滚 我们这边好像是黄河 居民认为隶属海军陆战队的营区紧临柴山 这两次台风山区降雨夹带黄土冲下山 碰上围墙破洞才会溃堤 冲往临近住宅还蔓延到美术馆特区 与军营只隔一条路的幼儿园首当其冲 只能先整理内部让孩童上课 外墙至今还在清理 园外的马路也有明显黄土 当地里长说当天积水退去后满地黄泥 甚至有骑士大话摔伤 但是李明不满向军方反应被回复是天灾导致 决定提国赔 市府表示雨水夹带黄土碰上围墙老旧 才让泥水越聚蔓延 以跟军方协调 由市府争取灾修工程修建1.1公里围墙 军营也会改善内部排水系统 入职部则回应已完成内墙初步强化作业 后续会积极争取预算整线 确保营区居民安全 记者王庭孟昭全高雄报道